好 好 所以說 妳剛剛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喔 阿正原來也不付錢的啊 對啊 就房租就只有我一個人付 可是水被大家都一起掉 這道理啊 這是什麼的道理啊 因為妳就說都說 妳一直嫌棄姐 為什麼妳跟姐姐借腳 還不怕自己腳 妹妹說喔 那是她男朋友 她根本就不需要來付錢啊 好 要的話一起來分攤就好了 這位男朋友叫阿正 阿正到底有沒有付房費 不能說他們剛剛兩個人說而已 一起來歡迎阿正 來 阿正你好 阿正你好 你好 阿正來 好 你是我們曉飛的 男朋友 好 你們三個住在一起 對… 剛剛提到後面你都聽到了嗎 有… 好 不論髒的部分裡面 不論不愛乾淨的生活上面的問題 都出現了我們聽得到 你也先告訴我們 你為什麼沒有付房費 房費 房租費為什麼沒有 工作上的問題 因為本身是做裝潢 有時候有工作 有時候沒工作 所以因為我們賺的錢 都是不一定的 零打工對不對 對… 好 所以說你 那你因為沒有 就是說也沒有完全正式的一個收入 所以你沒有錢給你付房租 對… 偶爾會付 偶爾會付 有賺到錢就會付 等一下 付多少 偶爾付多少 對… 各一半 等一下 你們認識多久了 你們那邊一半 我們這邊認識多久 我們在一起喔 已經九年多了 好 你們住在一起多久了 住在一起喔 從我退伍八十七年 八十九年開始一起住 好 那你總共付過幾次房租 幾次喔 剛開始我退伍的時候 已經做工作有三年多 都是我付的比較多啦 喔 所以… 因為目前就是轉移做木工 所以工作不穩定 不穩定 對… 對… 可是你不付 現在問題是說 你沒有付房租 妹妹 你的女朋友都沒說話 可是妹妹現在就覺得說 姐姐都沒有付 那三個人住在一起 是一個共同體嘛 對 結果妹妹竟然劃分了一個清楚 姐姐反而要付 完了又你沒有付 可是今天情況之下 沒有關係 你看喔 房租費 假設說是兩萬塊對不對 變成是我要付一萬塊 妹妹跟她 兩人付一半耶 對… 為什麼不是除以三是除以二 對啊 可是… 沒有…這有道理… 她至少兩個人 她們兩個睡一間房嘛 她一個人睡一間房 那東西是她才是一樣的 可是那還是我付啊 對啊 那還是我付 所以這是我們付的 不是… 之前呢 之前也是都是我付 我就沒有講什麼 你付多少 家裡的一些什麼 那你也可以交兩個男朋友 一個人跟你share三分之一啊 對不對 所以說 覺得有不合理嗎 如果這樣付一半 合不合理 不合理 什麼你呢 我覺得合理 你覺得合理 我覺得合理 因為我覺得這個 因為她是男朋友 她並沒有佔掉真的三分之一 只是share妹妹的那一半 沒有…我覺得還是要多付一點 雖然不一定要付到兩分 但是我覺得譬如說 都貼不貼貼貼 對嘛 她的還是… 她一個人還是會佔有一些空間嘛 公共空間嘛 如果說 我覺得不合理 因為她男朋友這麼大個 這麼快 佔用的空間太多 吃也吃太多 說實行 因為本身我是認為說 因為我們本來 全部都是單親家庭長大的 是 都是… 你也是 他們是爸爸現在還在照顧他 你也是爸爸 對… 可是我… 我爸跟我媽是離婚了 是我是雙方要照顧 是 對 然後剛開始我們一起住的時候 我是認為 本來我的東西也是滿多 在那個租房子那邊 可是現在剩下的東西 好比說我一件衣服 他們等於就30件了 那我根本沒有什麼衣服 我的… 對 對 她的衣服也很少 現在我在那邊都是放了 就是只有20件衣服跟褲子 就全部這樣子而已 就根本都沒有 鞋子只有兩雙而已 那我只能放什麼 所以說 你沒有付房租 我們情有可圓 我們等一下我們陪審團 會完全理解說 到底要沒有付房租的這一部分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道理 那我們剛剛聽到說 姊妹妹在控訴說 姊姊完全煮的東西都很難吃 姊姊煮的東西 到底有真的難吃嗎 你是說 就我這樣講 其實兩個都很難吃 好公道的話 好公道的話 都夠難吃 他們剛開始 那為什麼 姊妹銀行農 姊姊煮的東西 就像青球 噴一樣 那個噴就是豬要吃的 為什麼到最後都是你在收拾 對 還是我在吃 你敢 你會 最後你還吃 這麼難吃為什麼還要吃 他煮的東西煮太多不好吃 還是我要吃的 他也說你來吃 你可以不吃啊 不是啊 浪費啊 浪費 對 我的胖子就是這樣來的 是 沒有辦法 他煮的也是一樣啊 結果他們剛才我在後面聽啊 說他們兩個都 他煮他煮 其實都是錯的啊 我煮的比較多了 對不對 說到最後是阿正煮的最多 都是我煮的啊 餐餐都離煮比較機率比較高 那好 這樣子好了 今天情況之下 三個住在一起啦 房租他只是占負了兩三個月啦 對不對 那也太誇張的一點就是 他洗完澡出來 有必要說光溜了身體 或者是只穿著一個 薄紗這樣子 誰 阿正嗎 妹妹 對啊 你洗完澡的時候 幾乎都穿薄紗 他獲勝就不穿衣服有沒有 先告訴我有沒有 不要一直在辯解 有 有 怎麼樣的衣服 不穿 要不然就是什麼 就穿一件那種 就是像那種浴袍那一種吧 浴袍 可是有時候 因為我的房間是主貨室啦 那太透明了 又沒有關係 我房間裡面有廁所 可是妳都沒有出來客廳 沒有啊 那有什麼關係啊 對啊 在我的房間裡面 又沒有關係 對啊 這房間有什麼關係 我剛剛有強調過一句喔 今天情況之下 廚房在這邊對不對 那我們調的地方 那個廚藏室的外面 有一個衣架 我們去你家看一下 對啊 好好耶 然後就是變成說 廁所浴室跟那個廚房 是連在一起 然後又走過來 到我們相關會 連到我的那個 經過我的什麼房間嘛對不對 才會再經過他的房間 然後再來就是客廳了啊 拜託現在情況之下 沒有人對不對 可是對面陽台 別人看得見吧 可是有窗簾啊 有窗簾啊 他絕在乎了你 對啊 就有窗簾也沒有人會看到啊 而且 而且 主要原因不是阿正不穿衣服 有什麼關係 妹妹不穿衣服 對啊 反正你自己跟我還不是一樣 有什麼關係 你如果說怕陽台外面 看到你裡面堆髒衣服 你覺得丟臉 我們還說得過去 因為這個問題如果出現在 妹妹來控訴姐姐說 她這樣做 那因為我有男朋友 那就有不對的地方 對 所以姐姐有時候要把離京 有很多事情 並沒有那麼嚴重的事情喔 那我要打岔 她這樣子做 做我我有看得 真的不爽 誰做你看不爽 不是 如果洗澡出來 真的只穿了一個 睡衣薄紗這樣出來 我是覺得萬一 臨時姐姐帶朋友過來 剛臨時看到怎麼辦 會不會產生尷尬 如果有知道的話 我自己會宣傳 之前咧 之前咧 我帶那個 其實連我真的 我看了我真的 我也很不爽 你不爽 有有講過 穿薄紗你會看得很不爽 不是 我是說你要穿 你就直接宣傳 直接到房間裡面去對不對 可是她就是穿起來 就經過人家房間 然後有時候就要拿東西對不對 直接到客廳 譬如說她的 書字在客廳 她會走出來就客廳 所以萬一姐姐有帶朋友來的話 可是 可是如果有朋友要玩才會穿外套啊 她身材很好 沒有錯 可是 每天看 可是我就不想讓人家 別人就 看到她對不對 還好你說也是會心動 可是我不願意反駁一下 不願意反駁一下 好 請說 我帶朋友或帶 那個同學或男朋友來我家的時候 她不是耶 她跟我講說 欸 怎麼有人來 不會通知我一下 她我沒辦法這樣子出去 她我要光著身體出去 阿正 姐姐有沒有誇張講 其實沒有誇張啊 因為她洗澡出來 她其實兩個都有一種共同點 她洗澡出來 雖然是會穿的那個運動服一樣 可是她內衣內褲也沒穿 就直接跑出來 然後兩點再動褲 這樣看就 真的很奇怪啊 等一下 阿正 這個紙頭巾為什麼會妨礙到你嗎 也會啊 姐姐會啊 為什麼是要妨礙她什麼呢 有 被她看到很奇怪 我會覺得很尷尬 妳有表示出你覺得尷尬嗎 有 有跟她講過 妳不要說她會尷尬 如果姐姐今天穿的一件很透明的出來 我們大家也尷尬了 對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 阿正是跟誰反應過這件事情 有沒有反應過啊 還是妳就是靜靜的在看 沒有 兩個都有講過 沒有 她有跟我講 我跟她講她又不爽 她皮膚就有差 兩個就開始就槓起來了 我們先謝謝阿正 謝謝 先坐一下沙巴 如果需要妳的 就要請妳出來一下 這個難為阿正 難為阿正 再來就是 他們的經濟上面 也遇到很多的問題 剛剛有 那個妹妹有提到說 姐姐其實 在房租部分裡面 都沒有付這個 就是跟經濟有關係 目前妳有沒有工作 現在有 有工作 一個月大概能告訴我們 大家賺多少錢嗎 就只有兩萬多而已 兩萬多塊錢 姐姐目前沒有工作 沒有 失業當中 幾個月已經兩三個月沒有工作 還是已經很久了 差不多四五個月了吧 四五個月 好 所以妹妹今天又要來 控訴我們的姐姐說 有很多 因為在經濟上面裡面 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來 妹妹 就明明就沒有錢 然後還那麼愛買東西 然後而且買東西 你說買一點點就算了 買很多 然後買很多 什麼叫買很多 比如說衣服 鞋子 什麼都很愛買買很多 然後衣服買很多 那種標籤都沒有拆下來 放到一年後才發現說 我買這件衣服 就買太多忘記了 唉 我覺得妹妹雖然是 對我考慮太多 但是我覺得今天情況之下 也不要一直在那邊炫耀說 自己多有錢 像今天情況之下 兩個相約回去家裡啦對不對 然後她就認為說 父母最疼她啦 然後怎麼樣 然後她就覺得說她錢最多 然後就塞給父母 我就說喔 明明今天情況之下不是講好 把錢塞給爸爸媽媽 對啊 爸爸 爸爸 之前也會塞給媽媽 那我就跟她說 我問妳一下 今天我賺的又不是很多 那妳又有存錢對不對 那妳又告訴我說 妳要給父母 那我就說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啦 今天情況之下 像我現在沒有工作 然後我講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講一下 我們一人付一半 今天情況是 不管妳是拿兩萬塊回去 還是拿幾萬塊回去 一半是屬於我的 一半是屬於妳的 但我沒有說不會不還喔 我還是往後會還給妳 等一下 我光聽到這樣子 我就覺得實在是很不應該 她賺的錢 她並沒有炫耀 她拿去給妳爸爸媽媽 妳還要跟她說 欸 功勞一半算我的喔 我以後再還妳喔 那有這種事情啊 問題是她今天情況之下 她跟我講說喔 一起付啊 問題我哪些要暫時拿不出來啊 那我想說喔 到時候我也有跟她講說 爸妳要給我算利息怎麼樣 我都無所謂啊 可是 現在問題就是說 妳一直長期這個也不付 那個也不付完 妳一直在等待以後 可是這個問題的狀況其實 又不是長期的 那妳現在一個月 大概妳爸爸多少錢 現在比較能力沒有那麼好 可能就只有幾千塊 幾千塊 所以妳給了爸爸以後 是不是爸爸對妳 就感覺上比較好 對姐姐比較淪落一點 也沒有啊 爸爸就只是覺得 女兒可能比較孝順 雖然我不需要這個錢 可是至少她會拿錢回來 一個孝心 就不要說像她這樣 錢都亂花 所以姐常常在這一部分裡面 跟你先吵就說 妳為什麼要拿錢回家 是不是 對啊 她每次都這樣講 而且 每次很奇怪 她就那麼愛買東西 那我就跟她說 那妳就不要買嘛 可是她就是不聽啊 就還是一樣很愛買 那妳今天這麼愛買 那妳當然沒錢拿 沒有辦法拿錢回家啊 而且她的衣服真的多得太誇張 那衣櫃整個 那個打開整個都是爆滿的耶 那難怪會沒錢啊 為什麼會沒錢 就是因為這樣 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就賺了有一點錢 那個錢全部去買衣服買鞋子 買一些日常用品的東西 衣服打扮得很漂亮 對 然後沒想到爸媽 當看到有人想到爸媽說 欸 我可以跟你一半 不行 不行 我還翻臉 沒有啊 像我之前所穿的 我存者都放在父母那邊 然後他們要多少 就自己去領多少啊 我也沒有去care說什麼啊 所以啊 妳做妳的事情是OK的 但是妳現在限制了 妳也要做得小心耶 對 她好像對妹妹給錢 然後人家說 欸 功勞分我一半喔 那有這種事情啊 可是她都說姐姐很爛啊 我是最好的啊 在父母的眼裡 她都是這樣子跟人家講耶 妳有跟妳的爸媽說姐姐很爛嗎 沒有 她就每次最爛 妳有沒有跟爸爸這樣講呢 沒有 我沒有 她就最愛亂講話 她講話就最喜歡加油天出 然後講得很誇張 妳有沒有暗示妳的爸媽說 其實姐姐不努力 姐姐很糟糕 姐姐現在沒有工作 沒有辦法錢給錢 我都沒有講 我都要幫她掩飾得很好 說她現在有一個很好工作 然後現在我們兩個 註冊一起什麼都很好 我並沒有說最不可能 可是妳這樣子的話 她怎麼沒有給錢 妳說她有一個很好的工作 她卻沒給錢 妳害了妳姐姐也 妳有沒有想過這個邏輯 可是我覺得 如果今天跟爸爸媽媽講說 她今天在外面過得不好怎樣這樣 那他們是不是會擔心 妳不用這樣講啊 妳可以換個角度講嗎 就是我們 沒有 翻個我打個岔好了 好 來 阿正來 幾年前我常常跟他們下去 過年的時候常常陪他們下去 然後其實他老爸不會去分說 哪個女兒是好跟壞 因為他們一回到家裡 姐姐 馬上到家 就跑出去玩 姐 阿妹妹咧 一樣在家裡就睡覺 沒有幫家裡做事情啊 所以兩個都很糟 對 我覺得兩個都一樣糟啊 對不對 阿妳說在爸爸的眼裡 哪個女兒是 哪個是壞 哪個是好 都是一樣啊 阿有拿錢的那個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沒有 都一樣 因為我十二跟他老爸都在 泡茶聊天嘛 你最好 他們一定最喜歡的 沒有錯 他說 還沒跟他結婚 這樣子 還沒有提到婚事 最爛 因為我本身就是覺得 爸媽對他們都是很好 只是他們自己的想 對啦 其實或許爸爸媽媽 都沒有特別的想法 對 他們兩個姐妹 想出了一個另外的想法出現 好 所以 其實剛剛我們那個妹妹 我們那個曉飛 一直在講說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姐姐沒有辦法 目前沒有辦法工作 但是以前的衣服買太多了 雖然現在是我有錯沒有錯啦 可是問你今天情況之下 他有付房租 有付什麼 我又向他借什麼 那也沒有必要說 在家裡裝作一付很老大 爸在喊什麼 我喊什麼 都不會想到一點 我們是不是人啊 他自己家都不夠啊 他有不幫你當人看嗎 簡直不當啊 隨便就說 又在騙人了 把我什麼東西拿來啦 不然就是說 杯子自己喝一喝 就把它放在桌子上 也不收啦 我又沒有收不收之上一下 那不收的時候是妳在收嗎 我不理他啊 他就 他就跟我講說 可是我就跟我講一句這樣 那妳不行喔 沒有啊 他今天情況之下 他就說 妳走到出房了 妳就不會幫我拿去放了 妳要去妳都收不了 妳要收了三哥 這我要收了 這我要收了 這我被電爆了 真的 不是欸 他不是看不到我耶 阿正也看不到耶 東西吃完了不想吃 誰吃 阿正吃 東西不收 誰不收 收完了誰要來收 阿正收啊 阿正收啊 阿正 有沒有很痛 真的很痛 很痛 本來就是 經濟其實是可以解決的 是 因為本身有跟他們提議過 我很早都有跟他們講過 我老家在三峽 那我想說 那乾脆我們搬到三峽 而且我老家那邊 只有剩我一個爸爸而已 那我們全部住在一起 對啊 省房租 對啊 省房租啊 他們就一個 然後大家說 離工作太遠了 這樣不好 那現在有沒有工作啊 沒有 之前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 妹妹又說 啊不要啦 一個人這樣回來又太危險 又怎樣 我說沒關係 你打電話我可以出去接嘛 他們就不要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可是那路程很遙遠 一個多小時 那我如果每天要這樣 那是單程要一個多小時 然後每天這樣 但是阿正這樣想 是因為你們兩個 根本就不去想 你們的經濟狀況 該怎麼樣處理 他只能想一個辦法 兩個一直在抱怨 誰不能解決的時候 誰來解決呢 阿正要來解決了 可是阿正提出來的一個問題裡面 他們又不能認同 因為他們活絕 而且講得難聽一點 阿正今天是男朋友 萬一有一天他閃了 沒有阿正這個人怎麼辦 你們兩個怎麼辦 可能換了一個阿湯 或是阿偉的 這個阿歪啦 這個我可以說啦 我本來以前有跟他們想過啦 因為本來他們兩個 我還沒跟他們在一起住的時候 我有跟他們講過 因為看你們兩個在外面 兩個女生在外面生活這樣 我是覺得蠻危險 所以我才會搬出來跟他們一起住 一住就住了差不多七八年 你難道沒有想到要離開他們嗎 我是有想過 可是我會配合他們 為什麼阿 盡量配合阿 這比較開心 為什麼你知道嗎 原本是我自己一個人住好好的 妹妹就說她要跟我來湊一家 本來閃來房子是你的阿 然後結果最後她就講說 也拉著她男朋友一起來 那男朋友來 好我們兩個都沒有怎麼樣 問題是她咧 姐姐姐姐 她怎麼了 房子原來是你先租的是不是 對啊 妳一個人就住這麼大的房間 我一個人是住套房 然後她跟我講說什麼 妳一個人住外面 我不 我有點擔心妳 不放心 本來就會很擔心啦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才想要跟她住在一起 至少可以不想找妳 我自己就不會怎麼樣了 那妳還來擔心我什麼啊 我除非我不是妳妹妹 不然我怎麼可能會不擔心 我今天擔心妳是對的 好今天情況之下 好三個都住在一起了 那妳也不要搞到說 跟男朋友在客廳 或是在哪裡在那邊 輕輕熱熱 你都沒有我的存在耶 妳不要亂講好不好 不是 她不在妳家裡 輕輕熱熱熱 難道還要去Hotel嗎 沒有 而且妳不是想 讓我念錢耶 沒有沒有 還是要沒有 女生是妳可以來 可是偶爾再玩而已啊 她是在客廳嗎 客廳啊 做出什麼樣的動作 客廳啊 廚房啊 哪裡都也有 她都揉揉抱抱抱 她在那邊輕輕 妳剛剛又這樣擔心 多誇張 她來這樣怎麼摸摸怎麼樣 怎麼癢癢都沒有 明明就沒有 你幹嘛要這樣亂講 明明就沒有 阿正有沒有 有沒有在廚房 甚至有沒有在客廳廚房 做那一點熱情的動作 輕嘴而已啊 輕嘴 就沒有 不是姐姐說有摸啊 沒有啊 沒有 對啊 輕嘴而已啊 那只是在玩 她剛好回來 剛好我們在客廳看電視 剛好我們有那種氣氛 只是輕嘴而已 然後剛好她回來而已 我們就沒有怎樣 所以姐姐妳放心啦 她們只是愛的表現而已 就是有一次喔 不小心喔 開了大門 然後進了客廳 然後看到這櫻木 才會講出來啊 太誇張了 她們在看電視 然後就抱在一起 然後在那邊親啊 那是妳不在的時候 不過妳應該要擔心的是 她們兩個感情不好 妳是突然回來的 妳是姐姐啊 妳怕的妳應該是說 妹妹不在家 阿正抱那隻狗 欸 那其實 好 那妳有一點情況是像 我自己 怎麼可以這樣講咧 不是 我是說 譬如這樣子要擔心的事情 那如果我帶男朋友回來 也是這樣子 無緣故被她看到 她會有什麼樣的場面 等一下 姐姐 妳多久沒有男朋友了 好 多久沒有男朋友了 對 找一個 多久 妳是半年了 五四 半年了 好 簡單講 我們再問一下 繼續如果要問這個問題 姐姐有交過男朋友嗎 有 交過幾個男朋友 好多個 十 等一下 這十五個怎麼分的 就這樣很快就催了 很快就催了 然後又下一個 好 為什麼很快就催了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就要討論一下感情世界 姐姐交了十五個男朋友 都分了 對啊 又怎麼樣呢 這個跟你沒關係吧 妳不會有什麼控訴吧 沒有 就她自己脾氣就很奇怪 她一直講 她把她自己誇到很了不起 今天情況之下 然後又覺得她太小氣 然後又覺得說 妳覺得對方太小氣 意見不合 不然就是覺得說 今天好啦 我去到對方家裡做客 那沒有必要她的父母 就覺得說 今天情況之下 叫我做事 把她當成是台庸 那台庸就算了 那別人到他們家 然後親戚到他們家 父母又講一句說 這是她的女兒做的 不是我做的 我去她們家 只是賴在那邊 就像她八口一樣 在那邊等著吃飯 姐姐姐 講太難聽了 最長的一段戀愛多長 最短的多短 六七年啊 最短的呢 最長的還到六七年 最短的呢 兩三個月而已啊 那個六七年為什麼分 六七年為什麼不分 就是因為她脾氣太差 她每次都愛罵人家 六七年為什麼分 就是因為我不喜歡她 父母這樣子 把我當成是台庸啊 什麼的例子 妳愛這個男生的時候 妳可以幫那個男生洗一碗 洗衣服 做家事 都沒問題 可是回到自己家裡面 又開始拉他起來 只是因為愛這個男生 而去做那件事情是不是 短暫時間沒有去做好 但是我還是一樣有做好 妳這樣又有一個矛盾點 妳說妳不會帶妳男朋友回家 那妳幹嘛擔心妹妹會碰到 妳可能會裸露什麼的 目前只可能妳會看到她裸露啊 因為上一次男朋友 小楓就不小心 他就是跟我講說 小玉小玉 我該怎麼辦 我很尿急耶 小楓是誰 是我前男友 前男友 他說什麼 他說我尿急耶 可是因為我家又距離什麼 上廁所的什麼加油站啊 還是 隔壁有那個麥當勞還是什麼 離了那個地方距離太遠了 他就說不方便 然後他又很急 於是我就想說 阿爸妳上去我家上好了 那為什麼不到 汽車旅館上呢 為什麼要去汽車旅館 為什麼要去汽車旅館 因為他很花錢啊 沒有 他上一個廁所 就要花錢 花那麼多 他就已經會斤斤計較我的花錢了 然後呢 上妳家廁所 然後呢 那看到什麼呢 就看到他們兩個人抱在一起啊 那你也可以抱啊 好 所以他一直講說小楓 小楓真的是你前男友對不對 對啊 他跟他回家的時候 看到他跟阿正 就是我們這個 我們曉飛 看他跟阿正很親熱的部分裡面 這個事實我們要去理解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這個證實呢 我們一起來歡迎我們的小楓 來 小楓 好 小楓 你好 小楓 好 你是我們這個小楓的前男友 小楓不知道第幾任 不知道第幾任 不知道第幾任 你跟他相處多久 對 發現十五年 相處大概四個月有 四個月就分手 為了什麼原因分手 因為其實他的個性就是比較火爆一點 火爆 然後對事業上面可能他的事業性比較重 所以常常會比較忽略於我的感受 那今天出來做證的原因是告訴我們說 當天你看到我們小楓的妹妹 還有阿正 阿正你認識吧 認識 巧飛呢 也算認識 也算認識 那一天你看到 你跟他一起回到家 看到什麼樣的情形 我有在他枕頭下發現到 我男朋友的照片 在枕頭下發現他男朋友 阿正的照片 那應該很難找吧 他的枕頭應該不是 怎麼找啊 沒有 我覺得他阿正 所以我就不想要跟他住在一起 我想要搬走 你想要搬走 你想要跟阿正一起搬走 對啊 也不要讓阿正再跟姐姐 有任何的瓜葛 感情上或許會產生問題 對啊 這樣搬出去他不搬好 那這個怎麼辦 搬啊… 巧飛個性不好啊 那他自己也不太一樣 可是是我跟他在一起 又不是你跟他在一起 那阿正是不是要送他 你說巧飛個性不好 所以阿正也嫌他不好 對啊 所以阿正才送你照片 你有怨恨講不明白嗎 你有誤會說不清楚嗎 不管是同學情侶夫妻婆媳 還是老闆員工 任何曾有衝突的雙方 都可以來此攤牌炒個痛快 但是要再續前緣 言歸與好 還是分道楊調說聲掰掰 幫我們感謝請播 0277063888